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 逢星期二都是我和Stanley的每周一股环节 即是来到两点半左右的时分 Stanley是我们研究部的经理直耀辉 Stanley你好 都要赚你了 2727上海电器 这股份不仅是跑赢恒指 升6% 恒生指数这个星期都升七百多点 升幅有超过3% 跑赢恒指不但还要让你买入刚好 这个星期的波幅低位是见过4.5 你设定的码价就在4.5 现在虽然是停牌 停牌之前是报4.81 说到母企方面 可能跟他有些资产 买资产 是吗? 通告是说他会买一些重大的收购 但大家通常联想到这间公司 怎样帮他 应该都是 因为 其实你说在上个星期 推介上海电器的时间 都在最后第三个点 也提及到 就是说 母公司之前是回到今年三月份的时间 都好像有些消息 就是说 都是在考虑着 可能做一些重整的 一些重组方面的情况 你直接说中了 算是 可惜我自己是没有买的 这个都是 对于我来说 但是 假设大家有货 可能暂时都恭喜大家先 当然这些停牌的消息 最终结果是怎样 因为 其实大家都不知道 最终这一宗的收购 可能都真的 行不行 都要再看公司的安排 但是问题就是 看回这间公司本身 以上个星期的介绍就是说 一些核电的范畴 它都叫做设备方面 去做一些核 核导方面比较多 就是一些设备 这个也可以说 整个核电厂里面 最核心的部分 所以基本上 它的前景 我都 依然都看得是很乐观的 所以当然 一停牌 大家都 没得 每一天都可以做 都是等的 但是我相信这一次 它停牌 都应该会有一些 比较好的消息和例 大家会 可能都会 见得到的 还有到复拜的时候 我继续大家再分析 一间公司的情况 好 谢谢 2727方面 暂时就没有什么可以做的了 不过 真的很难说的 虽然就说 憧憬妈妈的资产 注入给她 但都要看市场 怎样解读 可能到时有些资料出来 就说 作家又不是市场预期等等 又有借口 可能是升幅收窄 又或者是 没有想象中那么好 所以就不是一定非常开心的 没有打包 打包 打包 一定是升的 但至少这个消息 就看上去 不错 正面的 明白 好了 OK 全新一个礼拜 现在行指来说 升了这么多 今天调整90点 22,639点的情况之下 我记得之前和你做节目 不断就说 不要碰中资金融股 是 但是这一排 他们的确确是强势 还要跑赢大市 会不会有些转机 就是这一排 但是你看到这一排 别除了这一排 其实走势都是差点 那图就似乎更漂亮 但是今天的推介 都不是这一堆 今天的推介 反而都是比较冷漫 但是在推介之前 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上海迪士尼乐园 为什么呢 这次这间公司 都和这个乐园有点关系 事实上 大家都知道 上海迪士尼乐园 基本上就预计 就是下年的年初 就会开幕 如果你看一些 叫做一些资料 基本上都预计 每一年的访客 都有成一千万的人次 基本上都可以说 服务在一些国内的 叫做消费者 因为 预计有九成半的访客 都来自中国自己的内地 另外 也会有一个 就是在这个乐园之外 都会兴建一个 五万多平方尺的上海旧物村 预计都会吸入二百多个 叫做全球一线的品牌 另外一个都预计 基本上连客的流量 都预计六至七百万人 基本上都可以放一个很大的数字 好了 突然之间 讲开说 美资家股 一讲开上迪士尼 事实上 这个迪士尼概念 在内地方面 都会合不中炒一下 大家都知道 有时在内地方面 都可能会炒一些 叫做上海概念 迪士尼概念这些版块 其实香港本身 迪士尼概念的股份不多 但我都找到一只 都叫慢车边有点像 但为何推介这一只的原因 都可以说公司本身有一定的独特性 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下 七五二 你开股 没错 不如说了这么久 没错 股价暂时就没有起跌 去到一个8.07的位置 留意到这两天有大成交 是没错 涉资成二千万元 大成交上版 一千万股的交叉盘 你见到这两天的成交量 突然间压标了上来 是否有什么动作 这个我也不知道 最近好像比较弱 成交量似乎多一点 但你说究竟有没有其他原因 我暂时都不知道 但纯粹是以公司业务的发展 这间公司有几有趣 都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因为公司业务 这个概念是做什么呢 基本上是做一个展览的统筹 这是其中一个范围 例如 假设香港之前没有一个单车截 有单车截 大家知道 可能要做什么呢 它是负责统筹 可能负责一些 现场一些配套 例如帐篷 座位等 管理整个赛事 秩序等 公司是最主要做这一份 另外也会帮一些品牌 建立一些形象 因为很多时品牌推广的时候 都会有些新意思 不需要这么简单做一个品牌 这些公司也会帮他们想 另外也会说 一些博物馆 可能做一些展览 特别的展览的时候 他们也会做一些安排 组织的工作 最后就是一些展览的管理 所以你可以说 北黑远东 最主要是做一些 这叫做项目的统筹为主 如果你去到网站 林郎满目 其实很厉害 和片报 应该可以说全世界都有它们的中心 同时大型的事项 例如新加坡 国庆等等 都是关他们的事 例如香港的海洋公园 水务馆 也是他们做的 主要的业务 集中在三个地区 大中华方面 香港 内地 澳门 和台湾 如果是大中华区以外的地方 就有新加坡 西亚 日本中东 南韩 韩等等 很多地方都有 包括北美洲 英国 美国等等 好 我们深入一点 看看盘数 通常 Sandy推出股份 盘数 不是很标签 但一定用两个字可以形容 就是比较稳定 没错 这一间也是 这一间也是 知道你了 看看大数 首先 营业额 增长有1成4 毛利增长1成1 经营利润增长2成8 而股东应佔日利 也增长2成6 去到1.09亿港元 整盘数来说 只看就非常好 我知道他们现在的 cash flow 现金水平都很强劲 没错 之前被人问过 有关管理层 会不会你又增加派息 那方面 等新年一会去回答 但留意到 就是那个 毛利率其实是跌了少少 没错 跌了1.4个百分点 原因又是哪 其实这个同时 就是公司本身的 一些业务的组合有关 因为事实上 刚刚有四番东西 但是你可以说 四番的业务本身 那个叫做毛利的水平 都是有一些分别的 事实上 你说这个的板块 这个叫做展望的板块 大家可能就不是那么熟悉 但也可以这么说 因为本身经济的情况 经济可能做得比较差点的时候 可能很多的公司 都可能会对他们的开支 可能会有一些推广开支 可能有一些调整 所以变上很多时 这些叫做展览馆 这些这类的推广公司 基本上他们的项目 那些的价格 那些的模拟方面 可能都会有些 叫做生为 稍微 可能会少一点 事实上 看下一版会比较清楚一点 因为下一版的话 其实在四个范畴里面 都有一个比较好的 也有一个增长 当然最大的那一份 指南馆那一份 推广那一份 其实增速就不算是快 但这个也了解 因为 其实你看一三年 一四年的时间 因为公司都有些大型的项目 可能在今年的上半年 就没有说很多 是大型的一些 叫做一些 一些 项目 即是运动项目去做 所以就可能 那些增长 是慢了一点 但看回其他一些 比如品牌标识 博物馆这些 这类的范畴 主力华记 是的 此生管理那边 其实增速的都算是不错 但这些范畴本身 就是比较低 而且我印象中 这边的报道 其实在上年 就是在2014年的同期 那期的按年跌幅 其实是大 所以在那些基数问题之下 令这一版 有比较大的增长 但在分布的日理方面 其实你看公司本身 分布的日理 表现又不是很差 也算是OK的 反映什麼現象呢 其實公司在控制成本方面 都做到比較大的功夫 特別是在指南方面 因為第一反推廣服務那邊 你見得到 服務的日理 其實那個增速是比收入方面 都反映一個情況 就是公司在嚴控成本方面 都叫做真的不少功夫 所以這個也可以說 公司的業務 在近年的時間 當然大家都知道 這幾年的時候 那個存油經濟的情況 就不算很理想 但是公司的業務 基本上都沒有受過太大的影響 除了公司不斷有更多的客源之外 公司都真的 很難回到成本方面 都有一個比較好的嚴控 OK 好了 你都講到這間公司這麼好的話 是不是都關回它 龍頭方面的地位 這個都是你的推介原因之一 沒錯 在行內擁有豐富的經驗 和領導地位 我想都很難去做到這個level 去到這麼快 真的很難 是不是 你那個入行門檻 都設到這麼高 是 一條籠包 會不會再額外開一條team 例如在管理方面的服務 或者是after service 那裏再多些心機 其實公司都會想這樣做 是 還有現在 其實我這次的這個推介 有一件事我沒有提過的 就是什麼呢 公司本身跟利豐那邊 都有些合作 不過它那個叫 你可以說那個 情理方 你應該理情方 這個東西 可能它純粹做一些 想意見的一個範疇 不過就 沒有細坦 可能這個東西 還是比較初步 但是看公司本身 在行內地位方面 就真的不容置疑 因為事實上 員工的上面都見得到 公司都有個很悠久的 叫做資歷 你的歷史 那兼且它的業務 就全世界都是 還有二千多名專才 真的叫做幫手 另外公司也有很多 ISO的認證 事實上 為什麼這些會這麼重要 因為你試想一下 其實你做了一個項目 本身 我覺得可能不難 大家可能讀書的時間 可能都可能會在學校 都可能會幫很多 很多手 例如Open Day 你會幫他做很多的展覽 安排很多的事情 但是當你在一個很大的範疇 例如就是說 可能一個很大型的事項 一個項目裡面 有些活動裡面 很多時候大家要去拿這些 訂單 這些project 就真的不容易 因為一定會看你之前有什麼 做過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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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過什麼做過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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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如果一個很大的項目 有些少許的差錯 都可能會令到整個項目 出現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這些做過什麼 其實很重要 而公司本身 你可以說在行裡 真的有這麼多的地位 叫做地位 那兼且你看回一些 叫做一些在美國那邊 因為它有些特別的 叫做媒體 都可能專門是 給你這些展覽的公司 而基本上公司都在過去幾年的時間 都穩佔叫做是頭三位 即都反映公司在這一行的地位 都真的舉了慶重 而且就是說 變成之後拿很多的訂單回來 有很多的項目回來 都會比較容易一些 如果大家也都提一提它的網站 挺有趣的 其實真的很多事情提到 你發覺原來 這個世界這麼多的Emen 它全部都基本上 你在它公司的網站都會找到 這個推介原因二 就是擁有龐大的客戶群組 都展示給大家看 好像Lexus Ritz-Carlton 就是酒店 沒錯 銀行方面 City Group 也是他們的客戶 車方面 其實Lexus 都不算大 我看到Rose Royce 都是他們 全部都是 剛剛也提到 2015年 新加坡國慶巡遊有關 沒錯 到2016年 新加坡的航空展 又快要準備等等 其實我都說不完 即是有一個網站 你可以搜尋 關於什麼的業務品種等等 其實全部都彈出來 是的 其實這個賣店都很重要 就是 接下來會更多的訂單等等 會不會在執行能力上 會遇到一些阻礙呢 因為你是這麼多飯 或者是你人才 你又要去管理 或者很多不同人工成本等等 都要去留意 所以變相有一幫很鞏固的人員 去幫忙 其實你有這些project 其實最難在什麼地方呢 就是說 假設你有一個project 可能是一個 可能像新加坡為例 你要做的話 你不會全部的人去新加坡 你可能要去新加坡 找一個專門的人員 去找一些人手去 幫你做那些project 所以就是說 其實這些 駁腳 這些有經驗的人士 就很重要 所以公司在全球 有那麼多這些人才的話 變相就是說可能要去全球方面 拿這些單回來 都真的不難 不過我介紹一下他們一些業務的情況 下一版 剛剛這些是一些客戶的資料 但是下一版這個 就是他每一方面有什麼做過 和大家可能比較熟悉一些的 叫做一些活動 事實上 在展覽和項目市場推廣這方面 其實公司 我們香港有時的 各地七人男后賽 或者APEC那邊的 一些領導人會場的報紙 都是由他去做的 另外就是 剛剛好像阿長這樣說 很多的叫做全球知名的品牌 汽車品牌 特別是汽車方面 都會找到這些指導人推廣 因為 其實這些那麼大型的項目 正如剛剛所說 你有少少的瑕疵 都可能會很大影響 所以他們通常都會找一些 比較上是叫做 就是行內的專才去做 以及因為本身 好像你說以一些 車行為例 一些車品牌為例 大家合作的時間 已經是很久的歷史了 所以變相就是說 他們有很多的這些項目 都會找一些比較熟人 熟手的人去做 令到七、七、七的風險 降到最低 這就是他們在展覽管局 展覽管局那邊做的事情 而下一項 就比較有趣 這個品牌標籤 這個其實是些什麼 在下一項就知道 下一項這個標籤就是做些什麼 很簡單 假設有一些叫做公司 他想標榜自己一個品牌的名字 他可以怎樣打出去 可能你會變了心材 還有一些 可能譬如說 突顯公司的形象 做這些一些的事情 甚至乎就是說 很多的公司 可能譬如說 很多的叫做一些廣告 擺位 怎樣突出公司的形象 公司會幫你 所以很多的大型的公司 包括就好像迪士尼也好 甚至很多銀行 酒店也好 都會找這個北客遠東幫忙 好像你以現在的傢伙 現在的商場也是 他們本身在一個地方 就已經是做了這些事情 但是之後 因為做得比較好 所以之後 連很多地方 都可以在北客遠東做 所以都反映 公司在這方面 都真的叫做有一手 另外到下一項 就是一些叫做博物館方面 事實上 有個地方就是說 曼達電影樂園 這個就是內地方面 除了迪士尼之外 一個大家看得比較重的 一個叫做一個項目 事實上 曼達電影樂園 有兩個 一個是藍廠 一個是毛石 兩個基本上就是不同的主題 但是這兩個項目 基本上都找到北客遠東去做 一個叫做一些裝修的項目 都反映了 它本身有這方面的實力 其次其實聯想也是 聯想本身呢 是東南亞市場 基本上又預備起一千間的店舖 當中呢 一百五十間的旗艦店 都是找到北客去幫忙做的 其實這些合作呢 就不是只有兩個 只有這一堆 有很多的 但變相就是說 公司就真的可能 跟一些大型的公司合作 都變相有個比較像是 今天的關係 連帶之下就是說 就是找更多的公司 找更多的單回來的話 更加之異 那好了 看看是第四項 這一項都是 比較有趣的 就是剛剛 Janet說到的 新加坡那邊 建國五十週年的活動 這些公司都是有份做的 另外好像你說 細部會 其實細部會 之前公司做過很多年 基本上十年都有份做的 再上一轉的時間 就是這個首爾 再上一年的時候 就是這個上海的細博 當時又真的 公司可以說 很多的場館設計 很多的場館的設計 很多的場館的建造 管理都由他們做的 所以都反映了一個現象 就是說 只要你有些項目 做得好的時候 之後的單基本上 就是接種而來的 然後公司都說 在下半年 公司在之前的時間 都說了 現在已經簽的項目 總數是十四億多 基本上下半年的時間 都是有一定的保證 所以變相之下 你都可以說 公司的業務 雖然可能驚喜 就不是太大 但是至少在發展上面 都有一個一定的保證 好 不是說你很全面的 告訴我們 有些什麼項目在手 其實不止 有很多 他說三十年來 第九次參與 有四個的館 是嗎 他們說到 亞根廷館 文內 柬埔寨 和馬來西亞館 是 但那時在上海 很厲害 上海那次好像有十幾二十個館 都是他負債 不過那次因為在中國 內地 可能有這方面的優勢 明白 OK 其實說了這麼久 你都是介紹他有什麼project 你穩打穩擇 通常跟我們說一下 派息 或者是他的股值問題 好嗎 那你就說 其中第三個推介因素 就是股值合理 我比較留意的是 派息 我都 派息比率 2014年 就下降了少許 百分之53.1% 剛剛提到的 管理層都知道 他們現在錢多 是的 他們問到會不會是增加 那個派息比例 那他就說不會 留些錢來做什麼 其實我想兩個用途 第一 這個面子 大家見得到 像Janet說的 現在派息都不差 但是OK的 那你如果以我現在的勢力去比較的話 都大概是有五里六的 現在都是 但是公司的錢來做什麼呢 當然 錢多的時間 有兩個途徑 第一 就是可能有些收購的行動去做 不過這一行本身 要收購的話 我覺得如果以他的規模去做 似乎有機會就不太大 但是第二 公司錢多的時間 可以做些什麼呢 第一可以回購股份 第二就是說 可以增加排息 或者是那個叫派特別息 其實公司本身 因為你真的現在都 錢其實很充裕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公司現在的淨現金 說的是over十億 十億港元 所以變相之 如果那些解釋 真的沒有什麼訂用的話 都不排除公司 可能會有個派特別息的情況 所以我想 如果你是以公司 這個情況去看的話 那剛剛提及到 現在的P也不夠十倍 我覺得估值相對來說 是比較上是 處於一個合理的水平 明白 OK 講到他有很多project 可能在東南亞地區 或者等等 之前就說 這個東南亞地區 有個貨幣貶值潮等等 那會不會說 都怕在那個 匯對西域方面 有些影響呢 公司管理層就說 不會做一個對沖的活動 其實是的 因為本身可以說 當然 它是全球性的 但是本身可能 那個銀碼 就未必真的很大 所以公司可能沒有做這方面的動作 但是也都這樣說 這個是一個風險 因為 如果你假設 東南亞那邊 有些比較大型 可能有些貨幣比較動盪 那個匯率方面 可能有一個比較大的動盪的話 對於公司來講 可能也會帶來一定的不利 另外就是 剛剛提及到 其實經濟的狀況 都有一個比較大的因素 當然 你說經濟差的時候 不排除那些公司 進取公司 可能會更加加大他們的開支 宣傳開支 就是趁這個叫丹尼市分的時間 做多些叫推廣 希望更加知道 可能到市場旺的時候 拿多些單回來 拿多些銀碼回來 但是更加多的公司 如果當經濟是比較差一點的時候 反而有機會真的會 可能會縮減那個叫推廣的開支 假設是縮減的話 面上對於公司的毛利率也好 生意也好 其實是會有影響的 所以這兩個因素 我想大家都是要留意著 明白 好 我們先看看部署政策 不要等了 現在現價可以買 現價 既然覺得它的價格 又不是太高 都可以考慮現價 但是 都要訂一些指示的部署 在國七這個位置 以2.4 就是之前有浪頂 做一個目標價 這位是長線持有 長線持有 長線持有多久 長線持有多久 一年半載 或者半年以上 一年半載 多久 我們這些比較專一 明白的 有保守專一 知道了 謝謝你 我們休息一會 待會回來繼續有直播環節 想重溫的話 可以去到我們官網 待會再談